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看到的是花生酱奇牙籽布丁 我一直都很喜欢吃奇牙籽布丁 然后就想我也很爱花生酱 所以就把他们结合啦 那这一样奇牙籽布丁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且只需要几样食材 那我们一开始先准备一个大碗 里面倒入无糖豆浆 以及枫糖浆 还有奇牙籽 这个是花生酱粉 这次我是用这一个 一点点的花生酱 以及纯香草精 我是用自制的 接着我们就把它全部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因为它的质地目前还蛮稀的 我习惯把它放到冰箱冷藏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让它变浓稠 这样会比较好倒入杯中 那一个小时之后取出 它应该会像这样子变得算蛮浓稠的了 接着我们把这个奇牙籽布丁糊 平均倒入两个玻璃杯粥 你也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容器 然后这边我加了一些香蕉切片 想说让它漂亮一点 但加了香蕉切片 建议是当天或是隔天早上就想用 不然它的质地口感会不太好 接着我们把它加改 放入冰箱冷藏至少三个小时 之后我们取一个小碗 加入两大匙的花生酱粉 一大匙的水 把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接着试情况可能会需要再添加多一点饮用水 把它调成到像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再加入纯素优格 我这次是用希腊式的 也强力推荐 因为它的口感会变得比较浓稠 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花生优格酱啦 接着就可以取出冰箱的奇牙籽布丁 再把刚刚的花生优格酱给加到上面 然后表面可以添加任何你喜欢的配料 因为我手边刚好有蓝莓还有草莓 就把它拿来点缀了 这样看起来格外的缤纷漂亮美丽 另外我这边也加了一些可可碎豆 增加整体的口感 这样子就完成啦 这款花生酱汁牙籽布丁 我使用比较多的花生酱粉 主要是希望让它有浓郁的花生酱滋味 但也不会有太高的脂肪 让身体造成负担 所以这款强力推荐给花生酱扣门 因为真的超浓郁超好吃的 接着第二个看到的是全植物豆腐炒蛋卷品 没错这是咸口味的 很适合当做早午餐 因为是全植物的 所以当然没有蛋 使用的是豆腐制成的味炒蛋 加热一个炒锅 锅热后下植物油 把豆腐捏碎入锅中 这里使用的是类似板豆腐那种质地 把豆腐拌炒到闻到香气 我们再加入姜黄粉 以及黑盐 把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接着我这边加了一些黑胡椒粉 以及酱油提味 豆腐炒差不多均匀了就可以下甜椒调 接着加一些盐或是胡椒粉 是个人喜好来调味 这样子就完成啦 接着来准备卷饼的其他配料 我这次是制作比较清爽的口感 那里面有包含我非常爱的酪梨 这颗超漂亮的 另外还有使用紫洋葱 我把它切条 还有切块的番茄 或是樱桃番茄 以及鱼衣甘蓝 你也可以使用嫩菠菜 那接着我们就来包卷饼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完全是靠经验 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到很厉害 但包了几次大概就知道那个手感 尽量把馅料放在中间 然后你可以添加任何你喜欢的配料 分量也可以依你自己的喜好来调整 我把刚刚有提到的食材全部加入 额外再加了一些四叉啦辣酱 还有纯素起司丝 以及纯素优格 整体让它有一点清爽的口感 还有新鲜的柠檬汁 接着就是把它卷起来的时刻啦 卷饼的吃法当然没有限制 我是喜欢把它切成两半 这样看得到馅料 这一款吃起来非常的清爽 很适合夏天 接着第三个来看的是草莓粉红果洗碗 这一款真的超级粉红 而且非常简单 在调理杯内放入冷冻草莓 以及冷冻香蕉切片 还有一点点的奇牙籽 以及豆浆 或是其他的植物奶 用调理器把它们搅打混合均匀 中途可能要视情况停下来 稍微混拌一下 再继续搅打至整体滑顺 这样就完成我们草莓果洗碗的基底 可以倒入你准备要享用的碗中 然后添加你喜欢的配料 这次我用了新鲜的香蕉切片 还有新鲜的大颗草莓 以及蓝莓 还有granola 就是燕麦果片 还有一些椰子干片 这样子就很漂亮美丽啦 这一道果洗碗真的要马上适合当下享用 因为我之前曾经放太久 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浓郁了 草莓的酸甜结合像香蕉的自然甜味 真的让我一口再一口 尤其我超喜欢搭配上枫糖燕麦骨片 接着第四个来看的是摩卡烤燕麦 因为前阵子我做了一个巧克力烤燕麦 马上就爱上了烤燕麦 那这一款一样非常美味 在一个调理杯里面放入新鲜的香蕉 大约70克 再加入四个野草 软的去籽 以及豆浆 还有未减化可可粉 与吉隆咖啡克力 一点苹果醋 以及纯香草精 增加整体巧克力的风味 之后我们就用调理机把他们全部交搭混合均匀 搅打到整体质地像这个样子非常滑顺就可以了 之后我们拿一个大碗 里面放入传统燕麦片 以及泡打粉 肉桂粉 还有一点点盐 把它们混拌均匀 再把刚刚搅打好的可可香蕉糊给倒入碗中 之后用矽胶刮刀把全部的食材混拌均匀 那记得烤箱175度C预热 到质地像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移到两个烤饼中 在这边你也可以试个人喜好 添加巧克力豆或是其他坚果 用汤匙把表面铺平铺满 我们接着就可以把它们放入烤箱 以175度C烘烤大约20分钟左右 可能要以你的烤箱 还有你的烤饼来做调整 那在它烤好完成后 它表面应该是像这样非常干燥的 可以让它静置一下子 同时我们来融化一些巧克力淋鱼表面 这边我还加一些盐质花来提尾 接着就可以享用啦 这款摩卡烤焰卖没有使用任何的精致糖 完全是用椰枣与香蕉的甜味 表面巧克力我建议使用70%的 另外我个人也喜欢再加一些热的剁浆搭配享用 让它整体更有湿润的口感 这一道的巧克力滋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有点像是在早餐吃甜点的感觉 很幸福 那以上就是这次要分享的四款美味健康营养早餐食谱 希望其中任何一款有激起你们想要制作的冲动 早餐一直是我一天当中最喜欢的一餐 它常常是我起床的动力 所以希望这些美味的食谱也让你们不耐常 然后好好的享受早餐 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是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谢谢你们看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再见